你先看微博了 好 能听到吗 我放了个耳机怕有问题 先追逐吗 好 清楚就好了 看一下有人去开自己来 我去讲一下 我们主要还是要汇报一下工作内容 现在因为大家说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 这叫 购房计划都多少些小东西 今天就是截止 今天是要截止这个报名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现在转的费用是够了 就是我们最新 对对对对 你说一下 那个 声音还是小是吧 我看我就说 我可以调一下 稍等一下 现在声音怎么样 太清楚 现在音量怎么样 好 大家先看一下那个音量的事儿 卡我这边不卡 如果是卡的 应该是你那边的问题 好 声音可以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工作的事情稍微说一下 我说这不是要截止这个报名这个事儿吗 是因为我们收的报名费呢 足够我们现在运营下去 然后 然后 未来呢 就是说我们具体的方向会主意的跟大家猜猜解释 肯定是就是从零到一把钱拿到 然后再从 我们怎么去买房子到最后面的降低风险 提高效率跟那个 就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会跟踪触底 我之前是找了一个数据库 做数据的 但是那个数据就是我们把东西输进去 然后他定期提示一些事情 然后 但是这两天做 前两天就是 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另外现在收 另外收的不用够 我另外找了两家 其中游家给的解决方案很好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今天我不是发言大家查证信的事儿 现在正在做 调数过程方面事儿 但是大概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个系统 就是我们这边的后台 然后呢每人会给一个小程序 然后你们将来呢 做安装这个程序以后 把资料全部完善进去 我今天随便列个表 让大家看一下 你把东西提交进去以后 然后由我们这些人 把这后台给处理好 然后会把 当然也会跟你 最后来会有确定 大家沟通好以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 他各个事情的执行点 会给你提示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手机上这个小程序呢 会定期提示你 提示你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 如果你没做 他会一直提示 提示到你 给我回应 告诉说 我再做了 或者说好了 或者没做 或者做不了 或者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样子呢 就是等于说 我们是一个中央 然后跟我 我只要把解决出了一套相应的方案 然后所有人手机上都能收到 最重要就是你的数据 会根据你的时间节点 会通知你去干什么 这样子呢 就等于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我还有我后面团队这些人的支持 就是我们 你会得到这么一个团队 在帮你一个人做法案 现在这种方式不行 嗯 嗯 我们是要包交包会吗 不说 你想现在我们 两三千人会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 同时有百分之十的人 要跟我聊天 我就聊不了了 就是 你想 我一个人都能回答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的问题 那就是正常状态 如果是包括私信之类的 我回答个几十个 就越来越简化 最后来得的结果就是 谁的服务都不够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改变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是很 这个行业现在问题就很 很有问题对吧 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世人生最大的 投资也好 或者是一世决定也好 然后我们自己做不了决定 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跟那个 不管是房产中介呀 还待管中介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解决不了 这就很痛苦啊 就是说 我之前有说 大家的那个 就是大家会比较对立 对立在哪方面呢 就是说 中介肯定是希望你 你就是做 你买一个他收益比较大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买一个我们收益比较大的 那我们收益比较大的 中介基本上就没什么了 因为那房子好卖嘛 枪手 这样中介也不是坏 但是因为人自私 他就自利没有 所以说他就没办法 那我们建立这个系统以后 我们想买哪里的房子 我会在这个 这是有人工智能在里面参与的 我会给一个框架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那个框架一样 我先把这个框架解释 我把这个框架设定好 然后你的东西符合这个东西 进行人工智能筛选以后 可以了 他就会通知可以 然后我们在后台回来 我再把你看 如果就不可以 就直接就算了 因为作为一次投资 我不能有任何冒险行为 今天还有一个着急买房子 跟我说大概 他也是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很苦恼 交钱不知道后面事能不能办 不交钱 这个事情肯定不能办 所以说他就 后来当然我们达成共识 就是说有了点解决方案 但是作为个体还是要吃亏 所以将来我们这个大的 这个数据库建立成功以后 加上配合有人工智能这些东西 就可以把大的先筛选掉 然后我们再筛选 在这个框架之内去做实行 最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很多执行力不行 这两天陆陆续续来了 我们两个会员 这就是有问题 就是他们当然是 认可我才来的嘛 就说大家也算志同道合 但比方今天上午再说 这个能用兇卡的事儿 我觉得我们吃饭啊 像朝城买些东西啊 或者有一些其他些购物 你们就每人帮我刷一新卡 这是为了让他们的那个新卡 记住好看嘛 但是就有个问题 比方今天中午吃饭 就有人不带新卡 就没有 就是我一问他们三个 没有新卡 另外昨天刚刷过的就 那就让他们刷了 大概就这样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就很好啊 他你的事情有 会得到及时反馈 而不会像现在 我今天 小鱼今天没过来嘛 他他现在还有一两百条的实信充导 他现在还没回呢 因为回不过来 你想我还 我们另外新来的会员 还不太想让他 来这么接触啊 因为这还涉及到收费和一些将来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个大问题啊 然后我现在这个数据库在做 那可能投票有点慢 因为还有调试 主要是那个技术支持 那这一家公司还很好 就是他们团队给的 给我的所有解决方案 至少我都满意了 所以就开始让大家查证信 查证信是第一步 因为你到银行查证信 这种你本人去是对这个证信 没一样 记录是基本上没有影响的 然后你查清楚 我才知道 后来有会员在往里接 就说 只能是看清楚你的 比方说 是不是白负的 有没有过违约记录啊 就是忘还款之类的 有没有 比方说 其他的一些事情吧 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你够不够 直接购买房子的这个资料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要告诉你都要去做什么 让你把它马上完成 这些事情 因为我不能度处大家 你想 忠心大脑最佳我是一个 这些虽然他们也都 就想想想想想想 比如说 咱说小尹呢 还是小于他们 持操经验都很强 但是方向性范吧 可能还要我给 这时候就说 他们现在也超过 完全超过了 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决定说 可能今天就得 今天过了今天 就提 就停掉这个 会员这个 因为钱够了 钱是肯定够用 我也没打算把它拿走 如果有剩余的 就以后做一个风险的抗险机 然后我们提供资料的时候 一定要提供的特别详细 因为那个表格 随便我让其中一个小伙伴 给做算说一个 让大家好往补充 然后我们都补充清楚以后 大家的财务状况 跟我们什么时间 要做什么事情 就都能搞得很清楚 最重要就是方便跟踪 如果你那边不确认 你这个事做完了 我们这个系统会一直提示你 你就是要做 你手里就将要装我们的小程序 本来我们是做一个 我们是以为 做一个类质于网站什么之类的 就做一个软件 后来这个不是 你就给它每人 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中一个 中央处理系统这边 就所有的东西都是要 这个大家一起做 我做完之后我来审 审好之后 我们给提供给 就是数据库是个库 它那些所有的真正的工作 还得让我们来做 那我做完之后 这些东西再逐渐跟大家一起 就是及时互动和交流 这样子呢 我们有个很好事 就是说 将来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了 因为我说说 银行啊 它很难筛选你的财产状况 即便你说你很真诚 你很想 给它拿了钱 把这个 我买了房子 我赚钱还你什么 你跟它说没有用啊 它不挣不了 银行也没有筛选能力 但是我们这个数据建立以后呢 大家财务上就很清楚了 将来可能我要申请执照 所以有法律问题了 就说 比方说你多带了五十万 就我们刚刚说 要提高效率 降低风 就是这个 降低风险啊 这风险就应该回避了 不能说降低 就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什么呢 就说 我可能将来会考虑申请这个执照 就说 我可能在这个平台内的人 因为你的所有的财务状况 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后台 你放心 我现在找这个团队非常专业 我不方便透露 他都给谁做过事情 就是他们的能力 基本上也是高维度银行的那种方式 能做到 这样我们了解大家的实际情况以后 然后 比方说 我多带了一笔款 然后 我带一笔装盘 我要供房子 我一笔就供两万 这样我留五万块钱 不是 我留十万块钱 就已经足够我这个 差不多半年左右的 开销了 那我还多四十万 这次试试干嘛呢 就说 我们申请了这么个执照以后呢 我们平台内的这个钱的 就是 就是我们平台内的资产 我评估没问题 就是风险评过以后 然后你们之间可以拆解 这样他多那四十万呢 按他的那个成本利息 什么值得尽力 然后 比方我着急买房 我的钱还没下来 然后我有其他资产 我们能觉得这很清楚 就是我们知道风险控制 那你要没有风险 你不能保证 那肯定我们就会好 一点筛形出去 不是筛形出去 就算你达到标准来说 那些能达到标准 你们互相可以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这个平台 不是说我们不干中介 你们互相可以拆解一下 这样就很好了 这样就 多余的那个钱的人 可以把钱给那个需要的人 然后需要那个人呢 就是需要 真正需要的那个人呢 他也不会因为 我短期可能接不到 比方说 你这个是接半年的 他五个月以后要还 他可能再找别人拆解个 整个月的钱 就解决了 这样我们的风险就都控制住了 最重要就是将来选房的时候 我们大框架会很好 而且就执行力的事 你想能来我的团队的人 都是经过经销细选的 上午刚刚提过说要带信用卡 你要他们真的就没带 因为我们吃的标吧 然后一点多钟大家累了 然后我们就吃饭 大家就走 整个之后到现场说 要买单 一买单的时候 鞋子没有去 就昨天抓过的人都 就昨天因为我们还有 这两天是开业的 什么事都有嘛 付很多钱 所以说他们都付过了 只有这三个人 就这三个人就没有付 没有付他们三个没带卡 这个事情让我很痛苦 因为刚好前两天这个团队 说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给的方案就是刚刚好 就非常适合我们 将来我们多样的这个大系统 所以这个大数据補足好了 它有人工智能的 然后大家免装小程序 继续拆解呀 拆解呀 拆解首先这个因为违法 我不能借给你们 所以如果你个别的 个别的那个会员 有问题私下来找我 我们沟通一下 小问题帮你解决一下 但是大的拆解 你可能就是真的有 因为很多人会有 不太合适的时候嘛 这时候就是说 在平台内拆解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就有那么多人呢 而且我们这个组织会 扩得很大 大家是所有的数据 一直跟那种组 往上走 然后你就是平时拿了个手机 你发现你要到处 走那以后你就走 你要没走的话 他就会提示你 一直提示你很讨厌的 最后你还回去做 这样你做好了 他就进到下一步 到下一步以后 他再提醒你 这样子就是说 具体执行的事 就不用我非得看了 因为我本来是 前期我基本上是 不然我没有那么多 这很简单 我们就多过来几个小朋友 就跟着就行了 就跟踪你们一下 我那时候也是要建立数据库 但是那时候的费用 比现在还高 也差不多 是因为现在有个雏形了嘛 然后就是说用人跟 但是我就一直在考虑 这个人跟的事 他就怕效率不够 上午我还在说 要求大家必须得有 那个富人的习惯 就是别人发你东西 你看到必须得回 但现在看起来 就直接用人工智能提醒就好了 这样就我们将来 这些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而且你不会人家说 你借了钱 因为你借笔贷款 业还换多少就是多少啊 你不能说 我要10% 那10%过来还几个不行 但是这样成本就很高 我就一个月用两万 但我带50万 这40万 你一直都闲着 你得闲一年以后以上 所以这个很吃亏嘛 所以说将来我不能弄 但这个执照的时候 还没有具体研究 就带先把这个时候汇报一下 所以大家查证信这个事儿 既然说了 这个大家就一定要去做 哦 我想一事儿 这是大家前面我们现在工作 所以大家不要太着急 如果你特别着急 你就跟管理员联系 你说我付过钱了 然后我现在去找什么问题 能帮我解决 那这时候我就马上解决 这两天也接了几个电话了 因为一个电话 你可能聊一聊 一般半个小时 我这边在话楼 再多说两句 因为主要对方也要 也要求多听 听一点 所以这样时间就特别不够 你看这两天我就明显 实在是有点经历跟不上 所以说大家就能不提的先不提 我们这个系统一旦建立起来 对大家真的是真忠实受益 我之前一开始开播的时候还说嘛 就是你可能买三两块 你不需要我了 只需要一个大方向 让我来确定一下 现在不是 现在是具体哪一步 我们都在给你提醒 就是你跟走时医生 双个微信一样嘛 它定期就一直在给你 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真的需要大问题 因为它每个细节 是每个端 是需要我们输进去的 这些东西我的法官 等于说我做一个人的事情 我可能就把所有 这个类型的人的事情都做完了 就不顺带重复的问题嘛 我只以为要搞这么大的 找这么大的地方来做这些事 就是因为效率不够 对吧 你收了这么多会员的东西 然后你说没有解决不好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行业 环境就是不好 我不是说了吗 真的不能愿意终结 那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要改变这个行业 这是我们会员的事 就是说 是我们会员就是我的事嘛 所以说我们就是 通过这一次就去解决了 要不你单打独斗 就是停留在小说房那种状态嘛 所以我们现在投资这种东西 为什么可以把房地产作为 基础作为投资 就是很低端的 就是你四个人 撑点钱就能买房了 你只要按我们的说法去买 你就能赚到 所以说这就 我们可以一对一的 这么先做还可以 但是一旦批量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行业 做成一个 跟这个时代接轨的东西 你看这些行业 你一赚都 对吧 你随便 你要是买一千万的房子 随便你涨一遍 你可能就一千万 但是呢 你要跟那些 就是说 我们那些小住房去打交道 这样子就 它那个人的城市 和各方面都不好控制 对吧 看到什么人 真的全凭运气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数据 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这些数据也能 筛选相应的中介出来 这些中介也就 因为是一个团队 还不敢得罪吗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 如果它真的 做一个我们的系统里面 就变成黑命丹了 它可能永远没有机会 做我们的事 所以说 他们一般不会反患 我们现在不是说中介坏 我说是人性之私的这个问题 算了 就我们大概工作方向这样子 所以大家如果不急的话 你就慢点切记少提问 我也尽量内容该更精心 然后这些事情 因为跟他们基础团队对接 还是有点麻烦 就是因为我们的要求 包括我们要达到的基础支持 有需要点时间 所以说大家将来 一旦这个系统建立起来 你看你想想 资金的拆解 你选房的风险 你将来 就是这个钱的利用率 或者是你的 就是这个成本的降低 这些事情都会做好 所以说大家不用着急 前面买的人就等于说 就是类似于像风险投资 但这不能上投资 因为我咨询过相关 交易观部门 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我一个人应该算什么 因为中国没有做这个东西的 既然我们是做呢 他说这个你就只能算是 就是教学收费 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说的 就是教学收费 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下 不退费 不是不退费的 你要看清楚了 你不能说 你交完之后 我数据都做完了 你告诉我 我不满意 这个不行 就是我们不退费 但是大家你想想 我们的这个费用 就是因为大家一起出钱 我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相当于风险投资了 但是这个没有风险 这些东西我来把风 如果是人工智能 做不到的事情 我还会通过人力来做 尤其我债嘛 这样主持费的 节约成本和这个 提高效率 要不这效率太低了 这个让大家很吃亏 所以说 我们这次做完之后 整个房产投资 会提升一个量级 可能不止一个量级 因为我们到了一个 现代化的投资方式了 你既然不说 就说那个 我们会变成一个 现代化的经营模式 就是能跟上时代接轨 他在搞那些小桌房子了 尤其靠一个人 比方像我就说 我非常相信市场的力量 但是很多我们的会员 这两天打电话 基本清一彻都是这样 我看到一个房子 怎么这么便宜 但是就是有什么什么问题 他问 有个图言就说 他就说 那你看这里有什么风险 我说这个风险 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一言不知道的风险 我们就不能去碰 我们要在法律作为底线 作为风险 作为框架的外围 就是在风险之内 去做这种事情 中国这么大 深圳这么大 对吧 北京那么大 市场 我们可投资的东西那么多 我们不要老相信 自己有能力打败市场 因为房价 你要是特别低的一个房价 它本身就是有问题 因为它没必要卖特别低 市场价格那么公平 我只要在比市场 让它稍微降一点 我着急卖 我就卖了 如果它很大幅的降价 你还去卖它的便宜 那这风险就是不好预测嘛 包括它那主要是有别的事 如果没有就好说 所以我们就先说这个事 我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就是有一个 哈利摩托2010的网友说 那个贸易战 中国没有那个底气吗 贸易战这块不用带什么了 其实有一些直播就说 我一直是说这个比较敏感 另外就是说 它对我们的影响不太大 因为你知道知道 收税 民意上是收税房的 实际上是由自己本国人买单 所以说 这属于真的是杀击一千 自损八百的事 这种事情是会向上的 打得到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知道自由贸易的优点 尤其像英国和美国 都是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的 虽然他们现在往回走 或者他们走得不太并不理想 但是这个事情也 尽量我们不用参与 即便是真的是因为贸易战导致了经济下滑 我们不是会执行凯恩斯的货币政策吗 就是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会 就是经济不好 我要大量通知货币 把原有的那些低产的东西买走 让市场重新注入货币 然后让经济重新运软起来 当然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一旦真的出现那种问题 那更是你买房子的时候了 所以说我们想一下 如果你08年买了房子 甚至07年买了房子 你也就撑那一年嘛 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做起来之后 大家就相当于买保险一样 互相都可以有一点光尘 那你撑过这一年 你19年你就赚一倍了 甚至于19年至少赚了一倍了 对吧 那个那时候 刚刚开始买房子嘛 就是我们的总理说 我们要出十万亿次级政策 所以中国的经济 先一全球对吧 变成全球的发动机 经济一下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不用太当为事 我这次跟大家聊天 就是说汇报一下工作 我们未来方向就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通过数据 你通过小程序 把资料都整理上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问题 我们会把所有问题 因为我们会在每一个节点 都是现在有专业人在助 然后这些数据书的时候 我会去指导 然后你到哪个节点 你到哪个节点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之前一定会通知你 给你留住时间 这个时间才会一直提示你 一直提示到你做完了 你在手机上 你在中端上 你在手机上确定 你这个事情做完了 这边才会返回厅 如果你要是一直没有回应 我们就打电话过去了 这样工作量会很小 要么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没有这个能力住 主要现在主要就是钱够了 就是大家付这个钱 还是很划算的 即便是这个事情做不成 我还会请人去帮来监督 如果正常情况是肯定能做成的嘛 我们做成以后 大家就是一劳有益了 而且将来我们平台内的人 是吧 有什么好的项目 你们有钱钱的 愿意投投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再入度 因为就是我们可以把你 所有的东西都 因为你的情况非常了解嘛 不用去找银行 还要化妆自己 把自己变成一个富人 去跟他借钱 那个是打钱方式还是会有 至少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人 什么财产状况啊 你最多在融资度多高 这个事情很永久解决了嘛 就目前没有稳定的工作 想做到流水 没有挂花公司 又不打电话 这个就找我们就好了 雇佣你 没问题 这个你就直接找什么 这上面不好直接说 你只要是我们的会员了 会员不行啊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摇篮计划这个 这个就是要让会员手吧 就是要让私操客嘛 这个我们以后面对 就是要做私操客 因为我又不做中介 你不用担心 还有如果是开视频的 其他的如果中介类的 都可以跟我稍微联系一下 我们把这个 其他费用 看低一点 我们可以如果 我们可以筛选的话 就我们是还需要 这些人对接一下 这样就是基本上 什么都不是问题 是就是我们现在 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让我们的投资 变得更轻松一点 因为这毕竟是 你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我不相信还有什么事 除了出生之外 没有什么事情 比对着还大 就你财富就是你 你来这个世界上 体现价值的方式嘛 如果你连财富都搞不起来 谈什么人生理想是吧 我这人很现实 我觉得我现在 我就敢吹牛 我一个退休老汉 可以拉着大家一起去做事 是因为我知道 哪怕我出了问题 我还不至于 拖累家人 或者拖累我自己 如果因为我连财富 自由都没做到 我们就共产理想 这不是有点扯吗 是吧 所以说我们 这个不要紧 如果你缺什么东西的 你就要及时跟那些反复 因为这数据 不会一下子做起来 它这个工作量 也还是很大 因为需要就是 涉及到人工资能货 最重要是我们编的东西 不会那么快 它还是空的 那个 它还不是像 我说能写个系统 就能马上就能 帮你投资 这个做不到 一定是由我们这种 就我这种专业的 包括我们 还有其他的机械会员 在帮忙 我们把这些事都输进去 然后如果 比如说 这些事出现 什么政策方向变了 或者有什么事 我们会 及时在后面更近 然后我们会修改一些内容 这样子 所有人拿到的 就是你要做的事 它会提示你 不是你做的事 要变动的事 是随时更新的 这样我一个人 会服务所有人 因为我还会培养人 因为我自己老期的想法 就是培养一大堆的人 就是把这个是困 后来想想 这还是人力 对吧 人力就像我说这个新卡 就今天示范要刷新卡一样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 而且我刚刚跟大家说过 但一说示范 大家就都走了 当刷卡的时候 都没带卡 这就觉得很 这个要我真的是 觉得我的数据更要做起来 所以大家需要点时间 除了新卡 也还有其他的守护款的方式吗 端控怎么办 哦 这个没问题 如果你能 你一定要这么想的 我们先想一个事情 大家首先对债务 不要太大 不要太可怕 你要想你借了一块钱 买了一块钱的一个资产 你的负债和资产是底的 是正好 所以你是零 你没有负债的问题 你不要担心说 我是因为买东西我就有负债 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你那个资产还在吗 我们不是要买优质城市 核心位置 能去租贷 租卖的才定吗 虽然我们就用12个事解决 这是为了便于学习吗 你便于记 我真的说 我说50篇文章 你记 这个不是你记不了 我先回头讲讲 我自己就记起来 所以说 我们首先是买的是好的资产 所以说你的资产是随时可以脱手 就随时可以变现 你可以想象 你是借了一块钱 存了在银行里了 就这么想就好了 那个就是个大根的存单 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变现的 所以说你负债就是没有增加 他们网上老算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不懂这个负债和资产的问题 他不算资产 你买了一块钱东西 你借了一块钱买了一块钱东西 他不算资产 他只算我这一块钱 借完之后怎么还 这个当然是还不少 你没有资产 你拿怎么还 如果你有资产 这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在没有资产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办法让你去买到资产 譬如我等你等你这个有了资产以后 你的融资工具和渠道就更多了 这些东西是不太方便来上面说 我们不说我们之前说步步为一个那个 对吧 那个产品 我不说之前 他们到处还要去打广告卖 等我说完之后 你们经常买不到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现在能不说不说 然后将来我们这个系统 出现出现把这些东西给你 既然买房是个很长久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太着急 就不要太心急 就是说你稍等一点 让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好 这些做好之后 大家是终身受益的 谢谢啊 会终身受益 因为这个数据 尤其人工智能的东西 它还成长 它是可以迭代的那些东西 它成长数据买快 就最近有说要见我的 你看我今天 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公司来来回来 外面一些人联系 建我的事情不用建 如果你真着急 联系管理员 我们通过通过话 就解决了 未来等我们这些东西 一旦建立起来 我们另外一个 什么这是茉莉花 未来我们建立起来以后 你们后面有很大的一个保障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这些平台一旦大了 就像买保险一样的 它互相会有扶持作用 你刚好因为有什么事情缺陷 以前我是说用我的财力垫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是买第一套房子的人 你放心 除了我说我们这些数据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支持你之外 那白茶放在家里正常的嘛 就是说我这个书 除了我们这些互相能帮助之外 我个人也能帮你解决 只要方案是我做的 你要想想你能欠多少钱来 你说你真的就是 比方你买房子那段时间 你踢了别人一脚 那你忍不住嘛 对吧 那你身心坏了 那了不起我们全 你带不了房子 我全可能给你买了嘛 你再抑押就行了 对吧 这我也能解决 因为你没几百万的事嘛 所以那钱就不是个问题了 真的很需要那个大额的 我们会把这个风险给它全部去掉 不会让它出风险 因为它出风险 它对效率没有追求那么高嘛 只有你这些小孩 就是我们这个没有贬义 就是要区分一下 就是我完全不懂金融 我完全不懂房产 但我又订了你的课 我一下子看了我也不懂 这时候就是由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用担心一个很显的事 我们口号就是 人人都只能买房 知道财务自由 如果说我没有这个把握 不能随便随嘛 尤其今天我们招这个会员的事 不是招这个 就是招部这个课程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 好像就是跟法律有关系 因为别人这么告诉我的 我们这个课程 大家付的就是知识费 我这个知识费就是不花了 就是说我们除了房屋场地 要招人要运作 然后还要将来我会做系统 然后做这个大数据 大家每人下个小程序 以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现在够用了 够用了 就不要招那么多人嘛 将来我们需要扩大的时候再说 因为现在前办事还没做完了 招太多了 我也我也怕 如果我的设想技术支持不了 然后我的人员又支持不了 就是我们在网线选了 这些选的会员 就是他学的能力真的很好 但有的人真的一点 是超经验没有 所以你把学的 他思维已经很够用了 但是你说真的要去指挥一个时钞 他自己都没钞 你要钞什么 所以就变成了现在小鱼跟 就是小鱼 我换了个耳机 这个耳机有点贵哦 我平时用小米的200多块钱 这个一千几是吧 就是为了工作 就说你就小鱼和现在 这个小尹他们两个人处理 处理不过来 我还要对接这些技术这种事 所以说大家就要 稍微稍微的 就忍耐一下 这个事情做起来 就是对大家所有人都有益 最重要我们能改变这个行业 一定不会让大家再变成那种孤零零的 去一个人面对一个小桌坊 然后去扯那个什么 我一直不常认是四人定制吗 那个 那个也改变了 就唯独太低了 还是要帮你买好选吧 这个只能一对一服 其实 要是如果真正 除了那些亲朋好友之外 你真正要我 就一对一服 这不是你给钱能解决的 因为我就不会做 我是因为当初教学 我事先不是说嘛 我当初是因为教学 我在 我去俄罗斯的时候 其量那边工作人员跟我说 就是我们这平台 要搞这个东西 我以为只是问他 所以开始做 做了之后呢 做起来了 大家信任我嘛 而且我真的是看到很多问题 很闹心 真的很闹心 就是大家 就是让人很不舒服 就是大家被骗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不是被骗 我一直不认为中介是坏的 我认为中介是好的 就参放我们降低成本 但是中介有些事情 的确很无奈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是 把我们整个这些购房的人 提升一个更高的维度 然后是我们指挥他们去做事 而不是要他们来 牵着我们迷着手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所以说 我这个视频一直是公开的呀 从来 没有不公开这个事 就是让同行业的人 可以学一学 我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不属于他们了 要被淘汰了 如果他们还这么做 那就被淘汰了 因为我们做起来以后 他们就变成 纯给我们打工的了 他们想做什么 坏事做不了 所以这时候呢 大家可以 所以说大家就是 如果是同行业 有志志士 你可以跟我联系吗 我们这个 我们会在全国 包括我们会员 我们会在全国的那些 好投资的地方 都要有相应的对接人员 你们该收的钱 我们会少 一毛不少你的 对吧 我们这些会员 有过来给你占便宜的 该给都会给 但是你要便宜一点 就实在一点 然后最后重要 是不可以有这些 一些武器把揍不好的事情 我看看一下 人走了 我还不知道 这上面说什么 大概反正就先把这个 交代一下 大家就是要尽量尽量 今天是没有安装的人员 好一点 尽量尽量把这些事情往后压 现在能回答的 你没把时间留给 那个着急的 像今天有一个 就是马上去交定金了 后来我们看一个问题 他就没交 就换一家就好了 所以说 换一家 他有问题 他可能马上要去做 而这样我们回答别的问题 他可能就不知道 如果他今天交钱 可能真的就是风险 不确定的风险就是很大 我们做什么事情 法律是底线 风险是到顶了 我们不能因为 我们有任何侥幸心理 去冒那些风险 都不要去做 尤其你们在投资 第一套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赚钱 因为你赚钱 做你的动力就会很大 真正你有钱以后 其实你就抗风险了 那时候你就算有点风险 你能解决吗 我不说 房子是大额存单的 你随时你把它 你把它卖了就变现 所以不要什么 就是你在前期的时候 不应该有 随时要快跑 快跑因为很晚 还有我看着你 但是你切记不能什么 不能自己去找麻烦 找风险 看方问难 我就不知道 说什么 今天要不先说到这 我们就是说尽量慢一下 然后我们停掉那个会议 就是说 就是缴费的这个事 就是我们钱现在够了 够了就不用 不用收那么多钱 好 还是要解释一下 就是大家现在交税钱 我们做这个事够了 然后大家都有意的 但这个系统包括我们 我们这个办公 办公这些人员 可能将来还要预警 就是我们再 就是我们什么事情 这些人都 我们前期的人都处理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收别人的 再收别人的时候 可能就是费用会有些改变吧 那到处看具体什么情况 现在我们投资 这些危险就类似于 有说像互险投资一样 收益就是大家用最少 就像我这开始开会员 那一家总是280 那时候买一个会员 那就是比较划算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 或者是有什么提问 你们可以稍微说一嘴 会说点 现在几多长时间 30多分钟 差不多 那就明天吧 你们想想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明天早晨 我们上午还是11点钟左右 给大家留提问时间 然后我们晚上这个时间 大概以后就汇报一下工作 或者有什么事 也可以说一说 现在我会用这段语音讲课 因为有些人 没有埋我们计划的人 他们是还需要听讲课的事情 在我可能用语音讲课 大家好弄一点 还可以互动 前期没有互动 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事太多 这两天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所以说还是要大家多多担待 尽量少提问题 如果你真的很着急 就一定要提 现在也有 大概有大几个人了 差不多十个人有了 大家会被你及时解决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